大家好,我是阿翔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犯罪心理第103个案子 西墨西哥州一个封闭的高档市区里 连续三名女性在家中被害 第一名受害者在家人外出旅行时被勒死 第二名受害者被勒死时 丈夫和儿子就在后院露营 而第三名女性作案在私人工作室被害 她的丈夫和女儿当时就在楼上睡觉 在住宅中杀人有很高的风险性 何况还有在不惊动家人的情况下 小区24小时都有保安巡逻 案发开始他们加强了视频监控 确保除了居民没人能进出社区 因此基本可以断定凶手就是这里的住户 当地警方说小区住户的组成经济情况基本一致 家庭间的差别性较小 模糊的策写难以帮他们排出嫌疑人 而需要更多更加精确的描述 针对这点需求 老罗决定去找一个特殊的人帮忙 FBI特型训练营 女探员西维尔表现得和男人一样勇猛 虽然她脑震荡康复后只负责办公室接待工作 但仍利用休假时间自觉参加特训 如此上进只因她有一个难以被人接受的身份 西维尔的父亲是北达克达州最臭名昭著的罪犯 残忍杀害了25名女性后被老罗和亚伦所在的BAO逮捕 因为这份经历让她对女性犯罪者有着敏锐的直觉 和这名社区杀手一样 她的父亲也曾生活在受害者的周围 并未引起任何人的警觉 根据社区的人口结构来说 凶手很可能有个孩子 而这个孩子就像童年时的西维尔一样 必然会有不同于一般的行为举止 西维尔意识到自己被找来帮忙不是因为表现优秀 童年创伤被拿来利用难免有些失落 但作为一名FBI探员 西维尔还是择无旁贷地接受了邀请 她直接了当地向组员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并没有任何回避 就像她说的 身为一名连魂杀手狂的女儿 有些东西一直都在 根本无从回避 小组很快赶到案发社区 警长早已为他们准备好了证据版 那些被害人的照片 立刻牵动了西维尔的惨痛回忆 但她很快调整心情 投入了工作 警长曾在BAU的培训班学习过 因此粗略的策写做得相当准确 凶手没在现场留下任何痕迹 说明她非常谨慎 有条理 她和配偶长期住在一起 有一份稳定的技术性工作 外表看起来非常普通 但极度渴望权力和控制感 老罗不由得给好学生点赞 染病软的是 社区的71名男性 有64个都符合这份策写 这是一个扩大版的暴风雪山庄 64名男住户的背景调查毫无异常 加西亚很抱歉 她没能帮上什么 除了发现瑞德好像对西维尔有点意思 因为她似乎认真看过对方的脸 给出了一个漂亮的具体评价 瑞德不好意思地挂断了电话 转头碰到了小区保安主管 但她拒绝从对方那里了解情况 因为保安其实是重点现役对象 包括BTK在内的许多联会杀手 都有过保安或公务员工作背景 出于对权力和制服的喜爱 这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工作之一 警长更是身体力行地证明了这个道理 在德西斯底里的审问下 一点有用的线索也没得到 因此亚伦决定用一个老办法 召开一个社区大会来缅怀受害者 观察每一个参会男性的反应 而西维尔需要特别关注 他们与家庭成员的互动 摩根和艾米利正在最后一名 受害人家调查 事发时死者丈夫和女儿正在睡觉 警察告诉他们 凶手应该是从车库进入了房间 因为当晚他忘记从里面上锁了 而车库遥控只有五组 随机切换的密码 技术上并不难打开 死者是一位作家 摩根推测他可能有即日记的习惯 于是让加西亚试着在电脑日志中 找找线索 同时在筛选男性住户中 能够有配置车库遥控器技术的人 他相信凶手配置了一个万能遥控器 能够轻易地进入每一个被害人的家 之后所有人赶到校区礼堂 参加社区聚会 他们认为 这个能近距离接触受害者和调查者的场合 凶手绝不会错过 亚伦一边陈述着案情和测写描述 一边环视所有人的表现 按道理说 凶手应该是脾气暴躁的人 他们的孩子通常会畏惧他们 但西威尔告诉摩根 事实并非如此 就好比他的父亲 极少在家里发脾气 反而对他非常温柔热心 或许这是出于一种补偿心理 因此无论他想要什么 父亲通通来者不拒 他在人群中经常会紧握西威尔的手 但从不会抱着他 把他放在自己的腿上 或许这是他残杀女性造成的后遗症 作为一个杀手 他知道世界有多黑暗 对西威尔常常有种过度保护 总害怕他会被人夺走 在他每次杀完之后 总会给西威尔买各种的礼物 但只有一样 他永远也要不到 那就是宠物 众所周知 灵魂杀手一般都有虐杀动物的行为 且这种杀戮的冲动是难以抑制的 试想 如果他们给自己的孩子买了宠物 这宠物会是什么下场 到那时 他的恶魔本质 恐怕难以掩盖 而让B.A.U.没想到的是 这次的凶手不是个爱臭热闹的人 趁着大部分人去了礼堂 他加速实施了第三次谋杀 但这次聚会也有效缩小了范围 没有出席的男住户有18人 交叉对比没样宠物的 相信很快就能有所发现 西威尔的视角非常独特 但他本人其实对犯罪侧血并不熟悉 艾米利传授了他许多专业的知识 但即便他面对过很多变态 也无法想象 这些人在当父亲时会是什么样子 西威尔告诉他 北达克他州没有死刑 所以他的父亲还活着 但他一次也没有去探望过 一封信也没有回过 看得出西威尔对父亲怀着爱恨交织的情绪 这种矛盾心理让他难以摆脱过去 两人回到工作室 准备再次梳理18人的资料 艾米利向保安主管询问养宠情况 但他说这些都记录在保安室的住户资料上 于是艾米利跟着去拿资料 保安主管暧昧的语气和猥琐的表情 让我一度以为凶手就这么高调的出现了 但一看筋度条发现没这么简单 终于保安主管说出了难言之隐 原来他应聘工作时隐瞒了案底 虽然那些已经被注销了 但他知道FBI总是能把陈年旧事都挖出来 搞了半天原来是怕背锅 没杀人你搞这么可疑 由于加西亚没从受害人的电脑中发现什么 西威尔只好将他们送回去 顺便再次安抚家属情绪 看着死者丈夫一脸悲痛的样子 西威尔突然想对他说 当他们抓到凶手时 你会发现他也是有家人的 他的家人会很害怕 没办法面对你 但他其实有万分抱歉 当时没能阻止这一切 西威尔想替这样的家人道歉 同时也是在替他自己说抱歉 他无法阻止他的父亲做出那些事 受害人的丈夫似乎有些被触动 主动邀请西威尔留下来陪陪自己的女儿 出事后他一直非常恐惧 拒绝和任何人交流 在调查没有进展的时候 亚伦开始考虑 他们是否遗漏了最显而易见的 档案中没有受害者家人的资料 警察从一开始就忽视了他们 而架下很快发现 第三名受害人的丈夫德鲁有过伤人前科 在他妻子的日记里 曾经提到他非常冷漠 有时会把自己独自丢在家 其实在前两起案件发生时 警长也曾把德鲁列为嫌疑对象 直到他的妻子也被杀害 才排除了 这还真是个巨大的偏见 因为变态杀手 即便对自己的配偶 也同样缺乏基本的同情 除此之外 德鲁还是一名信息技术专家 打开车库的门 对他来说一点也不困难 此时的西威尔感到了一丝的不对劲 因为小女孩偷偷地问他 会怎么处理杀死妈妈的人 会不会直接打死他 这让他觉得 女孩似乎很担心这名凶手 而丈夫则一个劲追问 为什么他会对罪犯的家人这么了解 FBI是不是还会调查死者的家属 这一刻他感到强烈的熟悉感 直到亚伦的电话打来 匆忙问他是不是正在德鲁的家 西威尔知道他的直觉没错 凶手现在就站在他的背后 不过西威尔没有惊慌 而是很自然地告诉亚伦 他正在陪着小女孩 因为他太害怕了 亚伦挂当电话立刻赶去那里 但德鲁已经看穿了西威尔 仍然控制不住对他动了手 刀架在了脖子上 西威尔没有恐惧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女警察 他看得出德鲁和他的父亲一样 都十分在乎自己的女儿 于是他恳求德鲁 别在孩子面前杀人 过去他一直在女儿面前控制怒气 在他们眼里温柔慈爱 但如果他现在动了刀子 女儿将永远无法原谅他 德鲁听后把女儿赶出了房间 他最后仍然想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 你为什么会清楚凶手的家人怎么想 西威尔流着泪说 因为他和小女孩一样 都是杀人犯的孩子 他的父亲是臭名昭著的罪犯 就和你一样无法控制自己 你们活得精疲力尽 不断与自己内心的冲动抗争 发了疯的想要改变 可结果一切都无济于事 杀戮的渴望是深入骨髓的本能 西威尔的诉说让德鲁更加的痛苦 女儿再次走进来恳求他把人放了 德鲁犹豫不决而FBI此时已经将得重重包围 西威尔最后劝德鲁放弃抵抗 他的父亲说过 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就是被捕的那天 因为他终于可以解脱了 德鲁渐渐放下了刀 他最后只想知道西威尔是否能原谅他的父亲 西威尔流着泪没有回答 但他的脸上分明是否决的表情 这个表情彻底诛心 让德鲁决定放弃自己 死在警察的枪口下 他无法面对女儿一辈子的憎恨 和永无止境的牢狱 这对一个控制狂来说远比死亡更加痛苦 西威尔心情沉重地走出来 他又一次经历了童年阴影 亚伦告诉他 刚才那样私自的行动是不明智的 西威尔表示很抱歉 他只是想有个机会能对受害者家属说句抱歉 这是他多年来一直没勇气做的事 他还记得七岁时自己捡了条狗回家 但一转眼就被父亲杀掉了 那时起他已经意识到父亲不正常 但就在德鲁问出那个问题时 西威尔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内心其实并不憎恨父亲 他恨不起来 这种感觉让他气恼 不过老罗告诉他 这并不难懂 只是人之常情罢了 孩子们最初爱他们的父母 等大一些他们会评判父母 但往往故事的最后 他们会选择原谅父母 本集出现了一个JJ的不畏角色 实际探员西威尔上线 但这个短暂存在的角色 并不会影响整个剧情 还请大家放心使用 你们的大爱JJ不久之后将会回归 继续期待吧 本期视频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2 4 7 7